继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一连一度的赛美大会,去年度的皇后都参加了,到底谁是皇后中的皇后呢?等一会就会知道了。 假如你有亲友来新加坡,你想带他们去看一些什么名声呢? 码头过着海滨 《亭瑪瑛库》 《亭瑪库》 当我们看到这些喀Queen Charles的平蘇列队来带的时刻我们觉得什么? 《亭瑪库》和《亭瑪库》和《亭瑪库》的灵魂有什么关系呢? 新加坡广播电视台 从明天起 正式改为新加坡广播局 简称SBC 交通兼代文化部长王鼎昌先生 将出任广播局主席 文化部常任秘书郑东发先生 出任总经理 波兰政府领导层是在苏联 警告要干预波兰工厂之后 立刻进行调整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 p.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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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说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刚开幕一个星期的蔡挫港游泳池 发生了意外 一名男童不幸溺斃 事故发生在今天晚上7点42分 观众朋友们您好 我是曾月丽 欢迎您收看2006年新加坡大选提名日的特别报道 新加坡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进行收看 新加坡中央医院使用无限温度探测器 护士不必亲自到病房替病人测量体温 也能够准确地观察病人的体温变化 把镜头拉回本地 新传媒集团和新加坡包业控股宣布 在媒体整合的计划下 从明年1月1号起关闭i频道 而第八播道和有频道将会互相配合 为观众提供高素质的节目 两台合并之后将有204人被裁退 记者吕诗林报道 标准时间 晚上十点 新传媒新闻中心现场直播 八频道十点新闻 主播黄秀玲 林奇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八频道十点新闻 本地非盈利组织SuperSit 为了帮助低收入家庭免费地送出电脑 晚上好 欢迎收看第八播道十点新闻 外交部说 截至今天下午三点为止 仍然有157名新加坡人 在这次的大海啸灾难中无法联络上 官员警告朝鲜可能更准备进行另一次的核实报 台湾的岛品进度准证或延长 从三星四季大阵 迪宝企业在卡塔尔拿下两个环境工程合约 总值17亿元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10月18号的一点新闻 傍晚6点30分 网络上出现冒充银行的电子邮件 企图骗取客户的个人资料 两名人文科教师教学友方 从200多人中脱影而出 获得卓越青年教师奖 古迹班让一辆货车被人敲破玻璃 总值千多元的铜管电线不一而非 观众朋友傍晚好 欢迎收看7月11号的 失诚六点半 先来关心本地的消息 充满激情但不脱离实际 充满理想又不失创意 标准时间晚上十点 新传媒新闻中心现场直播 八频道十点新闻 主播 徐云岭 林启元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八频道十点新闻 新的一年刚刚才开始 我国帆船队健儿又从国际赛场上传来好消息 标准时间 古通热症病例创下一周新高 流行的病毒类型也和往年不同 短短四天之内又有一名本地男子 在马来西亚金山遭大数压死 行动党社区基金将承担 属下幼稚园桥高的两个百分点消费税 直到年底 英明持续遭遇巨浪冲袭 至少一人放命 十一领海省份遭破坏 包括八频道 新传媒新闻中心现场直播 八频道十点新闻 主播 吕诗林 看新闻掌握时机 晚上好 欢迎收看周末的十点新闻 首校来关注的是 古通热症一周病例创新高 引起环境级水源部长和卫生部长高度关注 晚上十点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八频道十点新闻 本地六家德士公司从下个月十一号起陆续取消柴油付加费 金管局表示 截至上个星期天 十家金融机构共收到两千四百起金融产品的投诉 马来夏购物中心全面禁烟 并制定香烟最低售价 为例者面对罚款和监禁 三具情案风波影响加大 中国各地的超市鸡蛋纷纷下架 北京诞价下滑百分之十 继德运德士取消柴油付加费之后呢 其他五家德士公司也宣布 分别从下个月的十一号和十二号起 取消柴油付加费 我国第二季经济强劲增长百分之三点八 贸工部把全年增长预测调高到百分之二点五到百分之三点五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说 我国需更新或调整一些政策计划 以免陷入中年危机 美国肯尼迪机场 两名海关人员接触一个有害包裹后病倒 后证实只是虚惊一场 观众朋友中午好 欢迎收看八频道的一点新闻 我是赵群英 标准时间傍晚六点三十分 政府加强管制 经常上赌场或缴付赌场 入门年费的公务员往后将必须申报 我国第二季经济表现强劲 年比增长百分之三点八 剂对机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五 今年最强台风登陆菲律宾北部 一人葬命二十三个渔民失踪 航班和渡轮取消 观众朋友报文好 欢迎收看诗城六点半 我是赵群英 我国今年第二季的经济表现强劲 年比增长百分之三点八 多姿多彩的团体旅游 华工旅游 您的明智选择 华工旅游 标准时间 晚上十点 政府加强管制公务员进赌场 经常上赌场或缴固赌场入门年费的公务员往后被申报 不过今年第二季经济表现强劲 年比增长百分之三点八 积对机更是显著取得双位数增长 日本第二季经济增长放缓 增幅低于市场预测 政府可能无法按照计划提高消费税 今年最长海风尤特吹起菲律宾造成熬雨吐风 风讯中断 至少23个渔民失踪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政府将加强公务员进入赌场的管制 经常上赌场或缴付赌场入门年费的公务员往后将必须申报 标准时间晚上十点 荣誉国务资政吴坐栋说 我国社会发展正处在转折点 必须更新或调整一些政策和计划 外交间立政部长尚木根表示 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会 有助筛选政府需急切应对的问题 中国广东省出现今年首起HCN9人类确展病例 有专家担心HCN9病毒再难移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新闻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 荣誉国务资政吴坐栋说 我国社会正处在发展的转折点 遭美司法部起诉一马公司否认有罪 尽管举止 本地银行出现反洗黑钱数了 曲文远透露 政府探讨把汤深东海岸线和跨岛线 延伸到张仪机场的可能性 本地一名中国女工程师 失踪多日后被发现弃尸临错港 48岁男检犯今天被告 各位中午好 欢迎收看一点新闻 马上来关注新闻 政府有意把汤深东海岸线和跨岛线 延伸到张仪机场 目前正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 记者吴梁响报道 政府推出首个学钱教育人力计划 要在四年内吸引四千年投入学钱教育行列 公积金局就现有的公积金投资计划展开内部检讨 预计一年内公布一些详情 人民币正式纳入了特别提款权篮子 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组织的储备货币 观众朋友办完好 欢迎收看诗城六点半 首先来关注的是 政府推出首个学钱教育人力计划 为学钱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好的职业前景 中华总商会同育狼集团签署 合作备忘录协力商团中心 携手推动企业转型与合作 亚西安成员国防长表明 将以坚定和一致的立场 对付恐怖主义威胁 中国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后病逝 涉嫌受贿指控被免去 但犯罪所得依法处理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金新闻 我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同育狼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 设立商团中心 联手推动企业的转型与合作 是的 商团预计将会在 2017年初投入运作 晨光第一线 丰盛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二 大家早安 我是林志音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节目 有什么主要的内容 在生日的时候 对着生日蛋糕许愿 我总觉得有一种简单的幸福 有一名家庭主妇 就用自己的烘焙手艺 为陌生的不幸人士 做生日蛋糕 送上他的祝福 稍后的诚心诚意单元 来看这位义工的故事 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 风盛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二 欢迎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我是杨振华 大家早安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节目有什么主要内容 2013年到2017年 本地每年进入 艺术专科学院的大学生 增长了超过10% 不过进入艺术学院 才只是开始 毕业之后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继续从事艺术创作 也很重要 新系列的新加坡创意 就会探讨本地年轻人 在影视 舞台和音乐圈 勇敢追梦的课题 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 本地第三季组屋销售和价格 同前一季度相差不远 但私宅价格涨幅比预期大 约翰逊首次承认 无法赶在下星期脱欧 他计划在12月12号举行大选 希望打破僵局 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政党 在地区选举领先 但成绩比预期洽 反对党可能酝酿全国大示威 下午好 欢迎收看一点新闻 冠状病毒在欧洲扩散 瑞士 奥地利等欧洲国家 出现首起病例 马来西亚国家元首 今天将召见100多名国会议员 可能今天会公布首项人选 香港宣布财政预算案 预料今年经济可能萎缩0.5个百分点 港府向市民派遣纾困 大家中午好 欢迎收看一点新闻 马上我们来关注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冠状病毒疫情 在中国新增死亡个案52起 而湖北以外新增的确诊病例 只有5起 是连续第二天降到个位数 抗疫警察暴力执法的示威 从美国延烧到国外 洛杉矶进入紧急状态 特朗普剑职左翼组织 不顾医学界警告 美国提供抗疫级药物 给巴西治疗冠病 巴西民众不满防疫政策 巡起示威 我国海关破获了 今年最大批的漏税香烟 漏税额达到160万元 被捕的四名男子已经被碰上法庭 大家中午好 欢迎收看一点新闻 马上我们来关注新闻 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 下午好 我是林志音 欢迎收看大选提名日特别报道 2020年全国大选 刚刚完成提名活动 31个选区 93个议席全面开打 进逐的政党共11个 也就是说 所有的合格选民 都将在7月10号投票 选出新一届国会 标准时间 傍晚6点30分 特机会下周登场 为加强保安 东陵和乌捷一带 旌旗封路 部分巴士需改道 美国加速对伊马蒂安调查 西蒙执政后 两国政府已就案件 交换证据 以便更好合作 中央速毒局展开忌毒行动 起货价值近14万元毒品 逮捕两名新加坡籍毒贩 各位傍晚好 欢迎您收看八频道 事成六点半的直播节目 我是海杰 历史性的美朝首脑峰会 下周二在本地登场 为了加强保安 已被列为特别活动区的东陵和乌捷一带 今天上午起开始封路 以确保峰会顺利进行 标准时间傍晚6点30分 第一年较早前发生光纤宽带网络服务中断事故 新河与第一通共被罚61万 被罚为时歌词问题困扰居民 当局今年开出31张罚单与四个市政会 试行鸽子管控计划 台风海神逼近日本九州 超过11000户家庭断电 500多趟航班取消 观众朋友办案好 欢迎收看试诚六点半 两家电信公司 新河与第一通 分别在今年4月和5月发生光纤宽带网络服务中断的事故 分别被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罚款21万和40万元 标准时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年头七个月 商业电邮诈骗案有200多起 同比增加议程 被骗金额近3000万元 陈篤生医院首创微创技术 为洗身病患植入导管 降低血管阻塞和感染风险 金正恩希望再次会晤特朗普 据报道朝方要等美方具体回应后 才定下去核化行动 四级飓直扑美国东岸 四周进入紧急状态 南卡罗来纳州100多万人紧急撤离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使用全新的麦当劳APP 敬请享受40天买一送一招优惠 有连爱吃的麦Spicy Big Breakfast等等 今天就到临近的麦当劳 索取优惠 夜年火点增加 我国今天出现轻微雾霾情况 空气污染指数傍晚介于75到85点 强台风席卷日本海路空交通瘫痪 往返新加坡和东京的一些航班 也受影响 英航机师展开48小时罢工 约1700趟航班取消 今晚本地飞往伦敦的英航班机已取消 去年因犯罪而被捕的青年人数 大约2700人 同2014年的3100人相比有所减少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晚间新闻 日本关东有记录以来最强台风法西 今年凌晨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式登陆 并带来了连场的暴雨 本地今天新增198起患病 确诊病例全都是本土感染 并出现三个新的感染群 总理顿促国人认真看待阻断疫情措施 以免抗疫努力功亏一篑 并呼吁年长者避免外出 国家公园局今天对触犯安全距离措施的民众 共发出了大约100个严厉说面警告和罚单 马来西亚把行动管制令再延长两个星期 印尼首都雅加达实施更严格限制令防止疫情扩散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晚间新闻 李显龙总理再度呼吁国人 认真地看待冠病疫情期间的阻断措施 特别是年长者 标准时间晚上十点 马来西亚土团党领袖慕尤丁 受委为新首相 西蒙仍未放弃 力推马哈迪再败相 冠状病毒肆虐 美国出现四起感染源头不明的确诊病例 世卫将警戒级别调到最高 本地新增四起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这使我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02起 总理呼吁国人对冠病疫情 仍需保持警惕 申请英勇基金援助的细节三月公布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马来西亚政局出现重大转折 国家元首阿都拉伟任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 出任第八任首相 和您的家人 WASH一物相同业 杀菌99.9% 德国原装进口 标准时间晚上十点 本地电影院停业三个多月后重开 总理呼吁国人疫情中继续保持警惕 并说选后可关注应对疫情 本地新增300多起冠病病例 单日新增数量一个月来最高 12个外籍人士违反安全规定被遣返 全球一天新增23万起冠病病例 再破单日新高 西班牙和菲律宾一些地区恢复封锁措施 国人到XS诊所和政府综合诊所注射疫苗 可获得更多的津贴 儿童获津贴的疫苗准备也增加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晚间新闻 李显龙总理说 大选已经结束 可以重新专注应对冠病疫情 以及其他迫切挑战 总理也再度呼吁国人 在疫情下持续保持警惕 团结应付挑战 以上呢是第八播到十点新闻直播节目 我是张海杰 再见 您正在观赏的是新世界第八播到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